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俄乌战场的最新消息 首先,克里米亚方向,昨天是遭到了乌克兰的大股膜空袭 乌军昨天是对克里米亚半岛进行大股膜空袭 4架苏24M轰炸机 从萨罗康塞诺机场起飞 另外,米格29苏27 从乌曼、多尔金采沃、米尔格德、卡纳托机场起飞 掩护巡航导弹战机发射ADM160MALD右耳弹 苏24发射了8枚导弹 主要打击克里米亚以东 而且是附带有诱饵弹 那么5枚被俄罗斯31防空师防空系统击落 另外3枚导弹被电子战系统加制 那苏24呢 实际上还是使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使用的战术 就是发射诱饵弹 从导弹飞行路线来看 目标可能是基洛夫斯基机场 或者克里米亚大桥提供防空保护的相关的防空设施 所以这次打击呢 可能是对克里米亚大桥进行大光空袭的一个前奏 这是昨天夜间 对克里米亚大桥的空袭 除此以外呢 在库尔斯克方向 俄军呢 昨天是突破了库尔斯克维克多罗夫卡方向 并解放了普列河 那截止18号呢 库尔斯克地区啊 俄军呢 是加强了攻势啊 首先呢 在格罗斯库斯基地区 俄武装备从诺维普特啊 击退了乌军 并控制了该定居点 并沿南部铁路沿线啊 占据阵地 那目前呢 俄军正在这个方向进行清理 俄军呢 是拍摄了相关的视频啊 包括清理出乌军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遗体啊 大量的这个视频啊 这个腐烂的一些尸体啊 出现在这个方向 那几天前呢 乌军呢 是撤出了新 瓦诺夫卡 维克多罗夫卡本身呢 目前战斗还在持续 克里尼夫斯基地区呢 俄武装部队啊 使用装甲车 向维克多罗夫卡方向突进 深入到乌军控制区 数公里 目前呢 是收到新瓦诺夫卡方向解放的 这个消息 南部呢 刘比莫夫卡 下克林地区啊 战斗正在持续 乌军发现自己处于不力 唯一撤退的道路呢 是通过塞尔卢格 以东狭窄的一个 颈部位置啊 那么进行撤离 过去24小时呢 这个方向不断啊 出现乌军啊 撤离途中 向俄军投降的这个视频 苏战基地区啊 俄武装部队向乌克兰武装队 赶出了普雷霍 那么敌人呢 被完全包围 那俄空天军啊 也对库尔斯克苏美地区啊 乌军占领区进行大规模打击 那这是今天呢 俄军的这个打击的一个情况啊 可以看俄军目前在这个 普雷霍地区啊 南部地区啊 这样都取得那个成功啊 可以看这个方向 一旦俄军啊 未来形成一个包围 那么形成对库尔斯克北部啊 一个前行公式啊 那么乌军实际上就很难再撤离 所以北部这个情况来看 现在乌军啊 他现在在库尔斯克方向正在 缩小自己的控制区啊 很难再有效 对库尔斯克方向进行控制 另外呢 在库尔斯克方向呢 关于朝鲜志愿军啊 也有新的消息 乌克兰的军情局啊 布达诺夫呢 他呢 对朝鲜人民军进入乌克兰作战啊 他也有新的消息啊 一万一千名朝鲜士兵 目前正在 俄罗斯接受训练 那么他证实啊 他获得的消息呢 朝鲜人民军啊 进入俄乌战场的时间 已经确定啊 是十月一号 将正式参战 乌克兰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 那么首批呢 是1.1万人啊 那么第二批啊 第二批 目前呢 也在准备进入啊 这个训练中心 也就是说 俄军和朝鲜之间啊 不会只有一批部队 还会有第二批 那部队人员呢 将使用俄制装备 这是目前 布达诺夫呢 对媒体公开的一些信息 另外韩国呢 现在呢 也召开了紧急会议 按照乌克兰方面的说法啊 韩国可能会直接向 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啊 因为过去受到限制 没有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而是通过第三方 通过波兰提供乌克兰援助 那么现在朝鲜直接出兵 韩国可能会改变过去的这个政策啊 会直接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这是一个变化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 今天呢 在北约在北约进行讲话 他暗示呢 乌克兰呢 是准备拥核 准备制造核弹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呢 他现在在北约这个讲话呢 实际上 北约方面呢 也是 进行了回应啊 那首先呢 北约对乌克兰 拥核 也制造核武器 北约方面 现在表现的比较冷静 主要原因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目前呢 乌克兰想要拥核的话 可能会导致俄罗斯和北约 以及美国方面 谈判的这个中导条约失效 也就是说 削减核武器这个条约会失效 泽连斯基呢 给美国英国 德国 意大利 法国领导层啊 提交了一份秘密的附录啊 附录中呢 如果乌克兰部署非核的威慑力量 俄罗斯安全将大幅增进啊 威胁对俄罗斯的这个安全风险将大幅增加 西方不太可能迈出这一步 泽连斯基表示 包括在乌克兰部署中程导弹和导弹防御系统 那么这个导弹呢 就不排除使用核武器 不排除在乌克兰部署核武器 那么乌克兰拥有北约的核武器和自己制造核武器 都是重新拥核 那如果乌克兰的装备中程导弹并拥有核力量的话 那么俄罗斯就不会结束俄欧战争 俄罗斯绝对不能允许乌克兰拥有核武器来直接威胁俄罗斯 因为普京呢是不会结束这样冲突 直到消灭乌克兰的核力量 所以泽连斯基的这个谈话呢 今天在这个北约峰会上谈话 北约方面显得相对冷静啊 没有负荷 另外部署中程导弹啊 目前在菲律宾已经部署了导弹 但是菲律宾方面呢 美国呢是没有部署最先进的导弹 你包括这个在菲律宾方面啊 部署的这个爱国者导弹 那么实际上呢都已经撤出啊 只是部署了一些这个 低端的中程导弹 那主要呢还是怕刺激中国俄罗斯 因为美国是希望和中国俄罗斯来签署这个中导条约 那么现在乌克兰呢能不能自己制造核武器啊 那现在呢乌克兰呢是有核废料井的 也就是在核电站附近 那么能够提取的是包括布啊 还有化学车间的一些制造核武器的元素 但这样的话需要时间啊 所以乌克兰呢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制造出核武器 那么能不能恢复苏联时期这个核弹头 目前乌克兰境内啊所有核弹头已经拆除 也就是乌克兰呢想要用冷战时期啊生产的这个核武器 现在看这个想法也不现实 所以只能求助于北约将核武器部署到乌克兰 那这样的话会保证乌克兰的安全 但是呢乌克兰将可能会失去乌东地区和克里米亚 普京也对泽连斯基啊 他呢提到的这个部署核武器啊 普京也发表了讲话啊 那普京今天在 接受这个联合媒体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乌克兰制造出核武器 那乌克兰制造核武器的任何步骤都将得到适当的反应 现在世界制造核武器并不困难 但乌克兰是否有能力啊 目前尚不清楚 另外普京也谈到特别军事行动的这个结束啊 普京说确定冲突结束的时间会使事情适得其反 俄罗斯感兴趣尽快通过和平方式啊 结束俄乌冲突 我们准备就和平解决冲突进行对话 但 前提是乌克兰在伊斯坦布尔协议草案上签字 难道没有人注意到 乌克兰本身已经禁止自己与俄罗斯进行谈判 现在战争是技术之间的对抗数学家的战争 高科技武器是北约国家使用 而不是乌克兰 而俄罗斯则自己制造一切 当然俄罗斯军队不仅在成为科技含量很高 而且战斗能力最强的军队之一 北约正在与我们作战 但乌克兰不会成为第三国的利益而放弃 而为了第三国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士兵 北约自己也不会这样做 那么军队本身创造军事产品 软件制造这一个巨大的差异 特别是近年来呢 我注意到这一点啊 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当然不仅成为最高水平的军队之一 当北约验见了我们战斗时呢 也可以问他们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继续这场战斗 胜利将属于我们 俄罗斯需要长期可持续持久的和平条件 不仅说我们 如果我们谈论某种和平进程 那么这些进程不应该是与休战有关 一周两年或一年 以便北约各国重新武装并储备弹药 我们需要长期可持续的和平创造条件 那么俄罗斯战是在特别军事行动为自己的领土而战 俄罗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乌克兰制造出口气 那么这是今天普京接受媒体采访时啊 最新的一个消息 那么从现在呢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情况来看呢 乌克兰呢 现在很有可能啊 会利用啊 这个北约方面啊 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啊 对俄乌战争的支持 乌克兰方面可能会寻求北约啊 向乌克兰部署战术核武器 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刺激到俄罗斯 所以乌克兰现在呢 也在和美国进行博弈啊 从这个情况来看 因为乌克兰拥有核武器 实际上是美国不希望看到 也就是说从侧面来看 乌克兰并不想当炮灰啊 也就是说这个乌克兰现在的总统泽兰斯基 并不希望听命于美国 而是希望自己啊 能够在和美国的博弈中获得利益 获得乌克兰最真实的利益 不希望当成炮灰 那么就是乌克兰现在寻求一个最终法案 现在看如果乌克兰接受的话 那么可能啊 北约用核保护伞保护乌克兰 但是乌克兰呢 就必须放弃无动 那么泽兰斯基包括他这个内阁 能不能继续 乌克兰人能不能支持的啊 现在都是问题 而这样的话实际上会导致普京啊 那么部署核武器的话 会导致普京不会轻易结束俄乌战争 那么普京是一定要摧毁乌克兰的核武器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俄乌战争还会持续 所以你可以看泽兰斯基的很多的讲话 其实也是向美俄施压 他不希望成为美国赫兰斯博弈的一个妻子 自己啊 被夹在中间当这个炮灰 所以可以看泽兰斯也是非常无奈 我觉得这也反映出现在乌克兰整体实力衰落 被大国肢解这种命运 就像当年肢解波兰是一样的 那么这是今天俄乌战场的消息啊 那关于朝鲜士兵啊 出兵乌克兰 我呢也会持续关注啊 后续有更多消息呢 我也会第一时间来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